不好意思啊 处理点家里的事来晚了 没事 我也刚到 喝点什么 咖啡吧 你好 一杯拿铁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处理家里的事啊 对不起啊 没事 其实女人到了这个年纪 可以选择 可能再隐忍一些 好多闹剧 也没有必要发生了 隐忍也是要有底线的 你说呢 想好了要离婚 我好像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么果断 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我是说除了那个女人之外 你自己呢 我自己 我自己怎么了 我和迈克的爸爸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他跟他爸去了国外 没多久他爸就再娶了一个 我一直忙工作吧 对他的关心确实不够 他这两年跑回来 我也想得 好好地补偿他 但是没想到 他跟他爸一样脾气那么倔强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个 特别适合的那种相处方式 难怪哦 难怪什么 我总觉得迈克应该是个好孩子的 可是 他有时候做起事来 总是喜欢选择一些比较奇怪的方式 他现在处于非常叛逆的阶段 永远站在我的对立面 他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单纯要气我 所以于公于私 我希望你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在说什么呀 我跟迈克不熟的 上次抽标钱还给他了 然后他说他想要的心理损失费 也不要了 就这样 那就好 我没别的意思啊 虽然我跟他关系不那么融洽 但是我不想看他走弯路 我更了解他 我们又是同龄人 又是上下级关系 所以 我不想看到任何失控的事情发生 你懂吗 哪跟哪儿啊 你就放一百个星号了 你呀就是 怎么说呢 想太多了 虽然我对他关心不够 虽然我对他关心不够 但是也不想见他走弯路啊 我一直想他找一个真经的工作 可是只要是我介绍的 他都不配合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特别痛苦你知道吗 烦恼极了 好 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换一种交流方式 当然我也不太了解你们的情况 没那么简单 是啊 年轻人呢 确实不能闲下来的 如果能出去交几个正经朋友 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把时间填满就好了 要是有适合他的这种机会 你帮我想着点啊 好的呀 没问题 但是你不准多想了啊 搞得我们莫名其妙